各位觀眾早安 早上6點16分 歡迎收看 晨間氣象 今天是11月24號 禮拜二 昨天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應該有發現 這個溫度真的下降了 天氣變涼了 而且早晚甚至是有一點點冷的感覺 今天其實天氣形態是差不多的 目前台北市外頭已經來到了21.8度左右 降雨機率20% 其實今天的水氣會比昨天減少一些 我們先看到衛星雲圖 今天依舊是吹著東北風 所以台灣整體的天氣形態 和昨天其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北部地區高溫大概就在23到24度 和昨天是一樣的 那東部地區還有中南部地區 今天高溫就在26到29度左右 但是要提醒您 沿海地區的風浪還是比較大 會吹起8到9級的強震風 所以要特別提醒沿海地區 或是海上作業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 再來看到定量降水預報圖 來看一下今天的雨會怎麼下 今天的雨區其實是轉往了 東部滿明顯的 北部主要就剩下了 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地區會下一些 局部短暫陣雨 那基本上花蓮跟台東 一路到恆春半島 今天都也會下一些 局部短暫陣雨 那大台北地區只剩下山區 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至於桃園以南 基本上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到了晚上 因為東北風要開始慢慢的減弱了 所以降雨範圍又會再更加的趨緩 更加的縮小 到了明天 溫度會開始回升 到時候只剩下東半部 還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我們看到大雨特報 今天因為雨區是轉往了東部 所以中央氣象局 就針對了東半部地區 宜蘭花蓮以及台東 都是發布了大雨特報 所以提醒這三個現實的觀眾朋友 外出的時候自己要多加留意一點 再來看到空氣品質 今天因為吹著東北風 所以竹苗以北 還有東半部地區 迎風面 這個空氣品質都是良好等級的 但是到了中部地區 空氣品質大概就是普通的規格 但是到了高頻地區的話 因為清晨還有晚間風速減弱 所以污染物是容易累積的 也因此高頻地區 今天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要提醒過敏族群的觀眾朋友 自己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戴上口罩 最後天氣關鍵字 也要提醒您的 就是今天呢 主要就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下一些局部短暫鎮雨 甚至東半部地區 這個雨勢可能會比較大一些 那中南部要注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 而且高頻地區的空氣品質 也比較不好 最後要提醒的 就是沿海地區 今天風浪是比較大的 以上就是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 上班上課 穿衣服有參考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